我們來到了 尼加拉瓜的瓊塔蕾斯 據說這裡有一處峽谷 被當地人稱為黃金谷 想看到傳奇的牛角鷗金樹 到這兒就沒錯 就這樣子 像這樣子有沒有 一個棚子 然後我走過來的時候 沿路有好多好多的棚子 它們就是一個棚子 一個坑 一個蘿蔔 一個坑這樣子 都是這樣的坑洞 對 朋友 這麼多的坑是 每一個坑是屬於 每一個人的主人是不是 對 沒錯 還有一個坑 還有一個坑洞 那邊下一個坑洞 哇 欸 這個很深耶 這個大概挖了什麼多針啊 有50坑 有 有 八層樓 我的媽啊 快 八層快九層樓 那麼高耶 我們人要怎麼下去啊 這個要下一個坑洞 這就是它的電梯就對了 我的媽啊 這個繩子會不會太細啊 還晚到 這繩子有點細啊 可是越好 最好是越踢越好 他們現在是用這個 差不多還可以用 堪用就對了 這個繩子再重多少 我可以下去嗎 看... 我OK 我OK 你看得出來我幾公斤 OK 我說老爹啊 這可是不能開玩笑的耶 而且好歹也仔細看一下 我們的身材嘛 問問我們的體重嘛 老實說啊 這些設備看起來 實在是讓人不怎麼放心耶 而且當地人的身形 都是比較瘦小的 我還算第一等小組裡面最瘦的耶 八層樓 萬一是有什麼個傘子 我看不死也要辦條命囉 你真的確定OK嗎 廣哥... 什麼心情 坐... 廣哥你有沒有坐好 對 放輕鬆 坐... 廣哥你有沒有坐好 對 我要... 放輕鬆 巴拉... 巴拉... 不行啦 巴主委 巴主委 好 先起來... 先起來 沒有坐好 發生什麼事 沒有坐好 廣哥 這個木頭啊 坐到屁股這邊 對 它可能這個線會卡到... 加起來 廣哥很緊張 但其實呢 應該不是它下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拍攝影師 整個原來體重重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不用重拚 第二個不用下礦坑耶 放輕鬆... 廣哥 放輕鬆 小心那個牆壁有磨到的話 你就稍微瞪一下就可以了 為了就是我們這次下去 要拍攝他們把這根換掉 因為這根已經撕開了嘛 因為這根又太細 然後剛剛那個爸爸 那個老闆還特地換了一個 更粗的 讓我們安全下去 大家別看子儀 我是一派輕鬆 其實看到這根裂坎的木棍 每個人心裡都是有點忐忑不安 因為那是代表這些升降設備 還是有年久失修 老舊破損的時候嘛 說不定不是木棍有問題 是有繩子 架子 還是轉的人 還是不要胡思亂想 自己嚇自己喔 OK 好啦 我要下去啦 頭燈也戴著啦 好深喔... 有一台坐人體電梯的感覺 重點是呢 你會一直靠到這個旁邊的壁 然後會磨到 哇 這旁邊是泥巴耶 OK 好啦 我到了 好痛喔 我的媽啊 好玩耶 然後啊 我剛剛才知道啊 原來啊 這個只是第一層 他說二十幾公尺 只是第一層而已 它總共有六十幾公尺 快要七十公尺 因為它總共有四層 什麼鬼啊 都下來了 才讓我們知道這個礦坑 總共分成四大層 這分明是幹 鴨子上架嘛 這等於是我們要坐這個恐怖的人體電梯 被阿魯巴四次耶 一直到下到第32層樓 也就是B32 才能夠達到挖金礦的地點耶 礦哥 老實說啊 我現在跟你一樣緊張了啦 這樣真的安全嗎 你知道嗎 就是在這裡面啊 它非常的窄 因為我已經算是肩膀非常窄的人了 可是你看 我只要一挺胸 就是不是已經到地了 所以大家應該都過得很辛苦 大家可能都要側身過 然後這個啊 有沒有看到 這不是在開玩笑的 這叫傳聲筒 這個傳聲筒很方便 而且在礦坑裡面是非常需要的 我們在每個礦坑都有看過 其實啊 待久了 我就開始有一點緊張了 因為 我們剛剛是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旁邊的土花 不只是在鬆動 而且尤其是下面在採礦的時候 上面的那個震動也很大 然後 我就想到中南北說 上次不是有一個新聞 智力礦災嗎 一堆人被埋在礦坑裡面 然後 沒有辦法救 救了很久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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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儀我只能說 人還是適合活在地面上的嘛 現在才下到距離地面八層樓深的位置 子儀我就已經開始有點呼吸急促了 只能盡量告訴自己不要緊張 調整好呼吸的節奏 還好我沒有幽閉恐懼症 否則我肯定是歇斯底大爆發 畢竟在這樣的環境裡 真的很容易讓人胡思亂想 不過聽小哥說最困難的一段 現在才要開始 太危險了 因為是四層每一個要站一層 嗯 要拉起來了 因為你講話講大聲啊 我覺得很危險 然後這個土多鬆啊 其實 很大了 你看 你看就這麼鬆 要一直滑 就這麼鬆你看它多危險 所以人肚子也太危險了 大家呼吸啊 那個陽氣都不夠 因為越來越深了 我跟你講 地下二層下到地下三層 太長了 很深很深 而且它更窄 然後你看 它這個感覺就年久失修了 一直在鼓勢看一看 很眼睛看一看一堆怪聲音 OK 下去囉 這邊真的窄 真的窄... 然後我發現這邊的岩壁 越來越鬆了 其實會很浪漫的一個地方 中間還會有坑洞 就通到別的地方了 真的... Eric 這是最後一層的嗎 所以它中間那一個是另外一層 原來第三層和第四層 是用同一個礦坑所貫穿的 所以深度幾乎是之前的兩倍 而且快要到達底部的同時 還得使用腰力 將自己蕩進第四層的坑道 天啊 這根本就是表演特技嘛 你知道這第四層 就好比是地下二十幾層 然後剛剛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剛剛是一次下兩層 就是地下三層跟地下四層 所以它中間有一個轉折 然後那個轉折 會讓整個繩索 在牆壁上面這樣磨磨磨 然後你就可以聽到 那個繩索在撕裂的聲音 我的天啊 太可怕了 然後到了第四層這邊呢 這個洞因為還是很新 很原石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 都還是呈現一個不規則 跟很濕很黏的土 然後沒有沒有任何的防護措施 你看 這樣石頭就掉了 我全身上下都是直接黏土 太危險了 然後我現在要下去這個地方 哇 好下耶 我終於感受到危險 已經慢慢靠近 我的頭好痛 而且這個地方啊 我現在邊講話啊 我邊有頭痛的感覺 好痛 因為空氣太稀薄 然後整個就頭很痛 才剛踏進第四層的路口 就明顯的感受到空氣的不足 就算再怎麼大口的吸氣 還是像跑完一百公尺一樣 不停的喘氣 雖然還可以在忍受的範圍之內 但是卻有讓人不想要待在裡面 多待一分鐘啊 而這也讓我們更難想像 在地心挖黃金的礦工 是如何忍受長時間 待在這麼恐怖的環境裡面 正當我們還在疑惑的同時 Z我最害怕的狀況 終於發生了 本來是現在臉明 現在頭很暈 頭很暈哦 用呼吸到狹窄 不是 我現在心跳超快的 你慢慢呼吸哦 慢慢呼吸 沒有,吸不到什麼空氣耶 好 然後都是灰塵 都是灰塵 原來咱們的攝影師廣哥 一心只想到自己的體重比較輕 卻忘記了礦坑之中的空氣 是非常的稀薄 一般人呼吸都已經很吃力了 更何況還有呼吸到狹窄的症狀 但是若是在此時交換攝影師 很有可能無法趕在礦坑關閉之前拍完 經過大家的商議 和廣哥的調適評估之後 大家決定加快拍攝腳步 完成最後的任務 這個地方其實比我們剛剛看到的 全部都還寬闊 可是雖然它寬闊 但它更原始 你看這個鬆動的樣子 我輕輕一撥就掉了 太危險了啦 然後他們就在這邊採礦 地下65公尺 所以就是這樣挖啊 你們採礦就是挖到上面啊 所以還是在上面還是在上面 就是你可以再去挖下去 可是這個地方很熱 而且空氣很稀薄 你待久不會頭痛或不舒服嗎 是 然後當你頭痛會不舒服 真的待久會不舒服 我現在就已經開始頭痛 而且真的很熱 你看我們所有的挖礦工人 你好 朋友 你好 你不知道什麼 裸體 那邊後面那個人 等一下 裸體 它不是那種冒汗喔 它是就是待在那邊然後 奇怪 我衣服怎麼濕了 因為一直流汗 一直流汗 我吃快熱死了 我的媽啊 然後它不只是這個 就是這裡悶啊 而且它這裡還會一直滲水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眼壁 有沒有 地下水滲出來了有沒有 這邊這個裂縫 有沒有 今天你仔細看啊 除了剛剛看到那個滲水啊 來仔細看這邊 有沒有 它都還有一些那種 類似雲母有沒有 那種結晶 像石藝一樣的結晶在裡面 然後這裡面 除了這種礦石以外 除了這種 這種礦石以外 還會有鑽石 不是鑽石 是黃金 講得那麼認真 還講錯笨蛋 我頭真的缺氧 好 我們來挖吧 太壯觀了 真的是太壯觀了啦 原來地下二三十層樓的 黃金礦科 真的和電影裡面的場景 沒有什麼兩樣耶 充滿了神秘感 讓人又有種想探險 卻又有種想逃離的矛盾情緒 真難想像 這是用人工一鏟一鏟 挖出來的結果 只是說也奇怪 黃金礦在哪咧 而這個牛角又要怎麼用啊 原來挖礦是這樣挖的 你知道嗎 他們就拿一個類似 很長期的那種磚子有沒有 這樣一直敲... 然後敲到旁邊的土鬆動以後 大塊的礦石就會掉下來了 現在有一塊要掉下來了喔 有沒有 就這樣 掉下來了 可是你要怎麼樣判斷 哪一塊有黃金 哪一塊沒有黃金啊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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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其實也就是經驗啦 靠經驗 欸 你看起來很年輕耶 你經驗多大 19 19歲 真的 你看起來超年輕的 你挖多久了 我... 我... 我從來來到這個城堂 我已經有11年了 他說我挖好11年 是... 11年 也就是說你八歲就開始挖了 老實說 我真的無法想像 八歲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 而我們只是下來幾個小時 就已經受不了快往生了 現在大家的念頭 應該都是一樣 就是回到地面 看看久違的陽光吧 不過聽小哥說 原來在這個山腳下的小鎮 全部都是靠這個黃金谷的黃金維生 所以當地的居民 幾乎一輩子 都實在礦坑裡面工作 一、二、一、二 太酷了 那個地方裡面就是真的 原始到一個不行的痛苦 它就是算是那種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鑽過一個洞穴以後 又一個大洞穴 然後我們現在到最下面那一層 是完全沒有挖過 還是最原始的 而且在最下面 完全沒有控制給你洗 好累 來了 超重 這一桶 超重的,你看看 它這裡面需要在靜末萃取 用一些不一樣的體驗方法 才能把裡面的黃金體驗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在下面找的岩壁 不只是人員 就連挖到的礦石 也得用這種吊掛的方式 一層一層的運送上來 只是大家一定也和子儀我一樣好奇 如此費時費力 那這樣的一座礦坑 究竟能讓老爹他們一群人 賺進多少銀子呢 好,挖上來以後 就是要使出傳送中的秘技 大哥啊 這個牛角怎麼掏金啊 這個 是用刀子 然後放在這裡 放在水裡 然後就看著石頭 所以用牛角 為什麼不可以用其他東西 一定要用牛角呢 用牛角看著石頭 在其他地方看著石頭 當地這個地方用牛角 只看得出真的金紗 真相大白 原來當地會用黑色牛角 製成洗金紗的工具 據說是因為牛角表面較光滑 可以輕易地將金紗 和一般的紗子分離 而且啊 因為是黑色的關係 加大反差 更容易可以看得到金紗 只是這些礦石 不就是我們剛剛在下面 挖東、鑿西 隨便弄下來的幾塊石頭嗎 真的會有黃金在裡面嗎 像這個洞啊 你說你挖了 已經挖了多久了 我九米已經挖了 那八個月的時間 你已經賺了多少的黃金 你已經挖到多少黃金了 有了 有沒有看到 這一堆雜質的邊邊 這一小角剛剛那一大塊的礦石 就只有這樣 這麼大塊就只有這樣 一點點 對 只要再加一點點 也太辛苦了吧 對啊 這樣八個月好了 這樣八個月 你挖了多少黃金了 我拿到這個 差不多 兩千五百克 也就是說才兩公斤半而已 難怪人家說黃金的價值很高 真的是越來越高 對喔 老爹說他們八個月 挖到兩公斤半的黃金 以現在黃金價格 一千大約五千七 一千等於3.75公克 一公克大約賣一千五 兩千五百公克再乘於一千五 Oh my God 喂... 這等於是八個多月下來 這裡就生產出市值約 三百八十萬台幣的黃金耶 就算扣除一些 里里扣扣的成本 這口黃金礦坑 至少也可以讓他們 賺進百萬以上吧 這根本就已經是 經理級以上的收入了耶 不過啊 想要掏出那麼多的黃金 當然得要有 更有效率的方法才行啊 這個超酷的啦 你看 有沒有 這有沒有像我們磨豆子的那個 有沒有 石墨一樣 可是它是用四個大大的石頭 它這個平方就有大小的石頭在這邊 這怎麼用啊 這用... 這用... 這用一般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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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它就會把它磨碎了喔 這用一般卡位 好不講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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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票 卡啦卡啦卡啦 我說這個反差也太大了吧 大家拿大把大把的鈔票 買回家的黃金 竟然是來自於這樣一池一池 毫不起眼的泥巴水 這也難怪這裡不用戒備森嚴 要是我們不說啊 誰會知道 這裡居然是出產黃金的大本營耶 不過啊 當然這裡的泥巴水 可是價值連成的喔 只是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麼大量的黃金泥巴水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把黃金取出來呢 別急 繼續看下去就知道啦 牛角的超金樹 可是它這是臉盆超金樹 它也一樣要洗啦 雖然這麼大型的機具 全部磨過以後 可是它還是要經過 清洗掉手續 真的假的 這個是水銀耶 怎麼會有水銀 它是用水銀代理來抓金沙的 所以它這裡面 大型機具裡面就有放水銀嗎 對 都有 對 全部都有了 好 那接下來弄出這樣一坨水銀 以後要怎麼辦 進去在哪裡 它有點像布一樣的東西 布一樣的材質 用尼龍布好不好 放進去嗎 然後把這個水銀倒進去 好滑溜喔 水銀那個跳進去的感覺 好滑溜喔 要起囉 然後把水分的水分也擠掉 然後接著水分完以後 就是水銀了 水銀擠出來有沒有 亮亮一點一點的水銀跑出來了 乾了... 這水銀乾了 水銀出來了 水銀在這邊 那金粉在哪裡 哪裡 在裡面 包廚都在裡面 那個水銀需要烤過來 可以給它起 水裡面那個水銀蒸發掉 它才變成燃料之快 好厲害 我沒有看過用這種方式來淘金耶 神奇 真的是太神奇了 原來水銀會吸附黃金 再將水銀燒乾之後 就能分離出黃金 這樣也就能大量的生產黃金 雖然第二個 咱們是無緣看到後續的步驟 不過當然要讓大家看看 原始出場的金條 究竟長得是啥模樣 很可惜 那個火烤水銀 他們說是機密不給我們看 然後可是我們世界第一燈 還是透過關係找到一個地方 它有已經烤好的水銀 然後上面有黃金 來了... 是他 你好 朋友 喂... 喂... 我們是他 可以... 你說那個... 已經烤好的那個黃金 你有帶嗎 對 這個 這個太大一塊了吧 這是電影裡面看到 那個黃金條嘛 可是它不是完原純金 它有一點 類似白金的感覺有沒有 它上面 這是不是裡面還有很多水銀啊 對啦 那就是偏白金了嘛 就是有其他礦物有銀啊 然後有其他 我們可能不知道的礦物 這樣一塊多少錢 三百 如果要給我一百萬 一百萬泥加拉瓜幣 對 一百萬泥加拉... 一百萬 這樣就一百萬泥加拉瓜幣 相當於一百多萬台幣 你會買嗎 西元2012年 第一等小組深入中美洲泥加拉瓜 尋找傳奇的牛角掏金術 除了見識到當地傳統鬥雞的熱血 正如無情 也了解到當地人釣烏龜吃烏龜的傳統習俗 更明白 要看到耀眼睹目的黃金 背後需要多少人的心血付出 這趟旅程 讓自己我看到了熱鬧 也看清了門道 相信只要堅持到底 每趟旅程 都能讓你不需死心